大家好,我是Candy的楊 大家好,我是麥克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如何趕鴿子的方法 相信大家在我們的陽台上面 都會看到我們一些鴿子在拉屎 可是鴿子呢,有一個很大的作用 它就是可以用來比賽賽鴿嘛 賽鴿呢,就可以賺很多錢 然後他們就會培養非常多的鴿子 然後放到一個船上去把它比賽 誰先飛回來誰就贏了 然後呢,為什麼我們要怎麼讓它飛呢 我們就要準備一個紅棋子 讓它揮揮揮揮揮,然後它就會飛出去 如果你把紅紙再放下來,它就會再飛回來了 實驗! Let's go! 喔,你要試試看是不是? 好,我們來試試看這個紅棋子的作用 欸,不要揮啦! 如果你可以,你有養鴿子的話 你可以訓練它 用這個棋子揮起來 然後來趕鴿子 它到晚上了,然後把它拿下來 它就會飛回來了 那如果啊,有些人啊 他們不想養鴿子的怎麼辦 就用這個棋子揮一揮,把它趕走 所以啊,其實啊,有些地方對不對 我們沒有在養鴿子 可是卻有很多鴿子的人 他就可以自己在家裡做 紅棋子 喔,這是紅棋子 那紅棋子要怎麼做呢? 這個紅棋子呢,高呢,是150公分 身高都快已經比我高了 那寬呢,是100公分 所以啊,在棋子在縫的時候有沒有 就把它縫在桿子上面 這樣它才可以那個 才不會掉了 才不會掉 然後下面呢 縫得很紮實 對,下面也把它綁個繩子 到時候你在固定的時候 才不會 可以把它固定在你想要的地方 對 那它也不會滑脫 跑出去 對 因為我們之前的時候只有縫這個 只有縫這裡 前面這個黑色的這一段而已 它好像就掉了 對 那它就會被風啊 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 它就會飛走 所以我們下面再綁個繩子 這樣它就不會飛走了 等於說鎖固住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囉 如果大家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還有訂閱還有按讚 我們下影片再見囉 掰掰 其實可以插這邊 這邊有個洞 如果你有一些旗桿架的話 你就可以插在這邊 然後趕根子喔 好的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再見囉 掰掰 希望你趕格子成功 你趕格子成功的話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掰掰 掰掰 掰掰